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9号就投票了 选前超级星期天 蓝绿的一姐站台大对决 而且是首度站台对决 媒体党的候选人林静颖今天指导对手 说大本营射杀戮的造势 蔡英文总统亲自到场注视了 8日选前之夜 蔡总统要再到乌日来催票 国民党候选人严宽恒 也是举办了多场的亲子活动 台中市长卢秀燕 国民党立委将启程都分别出席了 过去蓝营在地铁三角另类同台 选前三个人也将在同台来肇事 台中立委补选 选情非常的胶着 蓝绿呈现了不同的情势 林静颖有党主席蔡英文 踹队指导中二选区 严宽恒的阵营在倒数一周 重现了卢秀燕市长竞选时 组成的在地地条三姐 地铁三角 立抗绿营中央来大讯 就为了三千块上周一扣的节目 从为政党辩护 到了落井下石的帮凶 过去他是退伍的少将 但是就为了留在美光灯前 出卖自己的人格 出卖自己的灵魂 不管是蓝是绿 没有了政党如果没有了灵魂 那跟外面的连锁便利操商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在九月份就已经申请退党了 那只是因为被党部把他给搁置下来 所以我就在脸书上宣布了 我离开国民党 那第一时间林静怡医师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他说将军 这个自然的心情一定很不好 现在离开了支持了这么久的政党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不要 他就说我加油了 他也没有说叫我支持他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离开国民党的勇气 比不上你参加中二选区选举的勇气 所以我说我也给你加油打气 你加油 你要坚持到底 这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支持 因为 因为我们认识 长久以来就是认识的 所以我就在这个节目上 我说好 我说静怡一定要当选 既然有勇气选到底 就一定要当选 一定要赢 就是这样子而已 朋友之间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觉得既然已经不属于国民党 我的党既不在国民党了 我对于朋友的支持 那当然是我的是有着什么 可以叫出卖灵魂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那至于说 以前的同志 那既然我已经离开了中国国民党 而且最主要是 我不曾接过他一通请拖电话 而且说我前一段时间 在遭受到这个网络信件 生命威胁的时候 他也没有给我关怀 可是林静怡有 林静怡有 我说什么叫朋友 什么叫同志 我分得很清楚 同志当我离开了这个党以后 就不再去同志了 但是朋友是一辈子的 所以说这是我的想法跟观念 我也不怪他 因为他目前来讲 选情相当的紧绷 我觉得任何的风吹草动 对他来讲都会有影响 那我也给予他祝福 因为我觉得既然离开了国民党 不出额言 不做同志 如果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觉得那太遗憾了 那么还是好朋友 这样子这样的好吗 好 大家都非常关心 于北辰为什么退出国民党呢 于北辰说表态支持林静怡 外传他将被绿袍选 桃园市长简直就是笑话一则 言宽恒甚至直呼了 他说就为了三千块的通告费 出卖自己的人格 出卖自己的灵魂 甚至媒体人逆风的乌鸦 在脸书也发文 因为于北辰不是正律的 他只会是军系的王浩宇 恐要再更上层楼 恐怕不容易啊 好 于北辰为什么退出国民党 并力挺中二选区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林静怡呢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紫哲 余北辰之所以会被党 是因为在党内 无法得到提名议员的支持 所以转向绿营另迷出路了 不過我今天是比较訝異的是 我覺得言宽恒火力全開 我真的有没有想说 我以为他可能 就会四两拨千金 或是就比较不回应这件事情 就是照道理来讲 于北辰的离开 其实对言宽恒来说 没有这么重要 因为第一个他是桃园的 他也不是台中的 两个人可能搞不好 根本没什么渊源吧 也没什么渊源 他可能就是在浪头上 可能昨天有声量 所以借这个机会 帮林静加持一下 其实言宽恒 其实是可以不用回应 但他 但日本人昨天这样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对言宽恒 也是会有伤害的地方 是在于说 民进党的人 就是会拿这个来操作 我就觉得会受到的影响 是一些比如说中间或什么 会被操作成说 你看 为什么国民党的人 一个一个要离开 然后挺不下去 挺不下去 或者是说国民党呆不下去 实际上是 他个人有个人的盘算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如果他觉得说 国民党配不上他了 在他眼里 国民党没一点好 那其实分开 也是必然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 言宽恒有一针见血 事实上他除了这个通告费 还有背后的什么 他想要赚知名度 或者说他想要薄反面 或者说增加自己的声量 当然是一些选举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他想选 我坦白讲 这个的确 我也认为余将军 假设他认同国民党 或者说认同国民党的信念 原则等等 留在国民党 愿意跟国民党一起努力 打拼世界好事 我觉得他个人条件是不错的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后来就歪楼了 那的确刚才问说 言宽恒的观察 我也认为是对的 就是说他似乎是因为选举 没有办法得到支持 或得到提名等等 结果后来就慢慢歪歪转向了 那我觉得这样就可惜了 因为其实你想想看 这样的角色到了绿军 他们是不是可以完全接纳你 到时候你会不会 两边都得罪了 两边都不讨好了 你最后算一算 你搞不好 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好继续带你关心 有志哥他也在脸书发文了 他说林静怡在选区败票 手都不敢握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严家势力太可怕了 怕这只手握下去 会让相亲很为难 相亲啊 大家就爱这样的霸权 还有讲说 明明就是你这样的 骄傲的读书人 弯不下腰 对做工鱼饭的手 还是有点顾忌 地下电台可以洗白 变成了严家势力吗 好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 补选将于2022年1月9号 进行投票 而蓝绿阵影 也之间的对决 越来越激烈了 支撑媒体员罗友智 他的地下电台指说 民进党候选人 林静怡不敢跟相亲握手 因为严家的势力太可怕了 还忍不住笑颜说笑死了 罗友智还直言说 明明就是你这样 骄傲的读书人 还这样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严家的势力 不是严家的势力 如果你不可以 那你们准备了 如果要求职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